健康又轻松 大家好,我是丹丹 我们这一期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长寿大穴的 分享道道一共是五个穴位 这五个穴位就占据了我们头顶、脚底、身体的正前方和身体的正后方 以及双腿的两侧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头顶百会穴、猪羊之会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一个相对立的一个脚底涌泉穴 它是一个人字形凹槽的地方 好,这儿呢就是我们的咏泉穴 咏泉穴呢,它是我们肾经上第一个穴位 它是起到固本培缘、补益肾经的作用的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掌心、劳宫穴 然后去拍打我们肾经上的咏泉穴 那么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这是其中的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您也可以互搓掌心、劳宫穴来搓我们的咏泉穴 当搓了十分钟之后呢,会感觉这个热圆啊 它会源源不断的通过我们的脚底、脚面、小腿 然后再向上传 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日常养护、咏泉穴的方法 还可以在每天晚上睡觉前啊,进行泡脚二十分钟 效果呢,也是不错的 还可以用爱条呢,来爱揪我们的咏泉穴 我们可以十天为一个疗程 每揪七天、修三天 每次呢,揪十五到二十分钟 咏泉穴,左右双穴的 我们经常按摩它、拍打它或者挨揪它呢 就可以起到耳聪无名、精力充沛 达到延年益寿的作用 特别适合那些失眠多梦的、神经焦虑的、高血压的、糖尿病的 或者说是更年期综合症而引起的一些情况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调理咏泉穴来达到改善的目的 适合我们作为日常养护大穴 如果您有疑问的,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更可以点赞、分享